天下第六行书柳公权蒙罩帖 此帖又名汉林帖 白马纸本 纵26.8厘米 横57.4厘米 大字行书 即七行 共27字 为天下第六行书 故宫博物院藏 试文 公权蒙罩 出手汉林 直在闲冷 亲情嘱托 谁肯响应 深查感性 公权成 此帖曾入客 三西堂法帖 乾隆称险中生态 力度诱君 体式捎带岩法 沉浸苍蝇 柳公权的楷书写得好 行书作品相对较少 蒙兆帖 是柳公权行书的代表作 柳公权书法 初学王羲之 又遍阅近代书法 学习严真卿 后来融会贯通自出心意 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流体 称为后世历代楷模 米福曾评其书 公权如深山道士 修养已成 神器轻健 无一点陈俗 蒙兆帖 为柳公权的一封信诈 有人求他办事 他写的一篇回绝信 信中说 自己只是在汉林院 做了一个贤职 恐怕不能帮助对方 请求对方体谅 此墨本书于公元821年 长庆元年 是柳公权 44岁时作品 自行长短宽窄不一 或断或连 构成章法上的变化 笔墨浓淡轻重有致 形成层次上的变化 风格豪放雄逸 囚境流利 枯润浓淡 眼影相发 蒙兆帖 具有顿挫玉帛 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 磁铁气势磅礴 痛快酣畅 浑芒淋漓 异象灰红 解体不像流体楷书那样取纵事 而是阴形而变 一世而化 或长或短 或大或小 也不像流体楷书那样取正事 而是七侧多姿 显觉有志 不居常规 放浪行海 极少唐朝森严法度的束缚 其用笔也不像流体楷书那样 铁骨蒸蒸 耿介特立 而是有刚有柔 有骨有肉 或方或圆 或路或藏 粗不臃肿 细不鲜软 线条以中锋为主 饱满圆厚 笔墨控制的恰如其分